成大事者有大量 对大英雄需小心 酒吧 宋江就留武松在西宣下做遗处安歇 过了数日 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遗伤 我们看看 宋江自从见到武松 几乎是迫不及待接连表示亲热 先是一手携着武松 就请他一起上座 坐一条板凳 接着是酒席上的青眼相看 酒吧 又留武松一处安歇 睡一张床 再接下来 就是出钱为武松做衣服 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你看宋江 面对初次见面的武松 是如何陪着小新来解交他 一个人 无论是要做大人 还是要做大事 都先要有一颗小新 这个小新就是谦卑心 恭敬心 敬畏心 责任心 细心 爱心 诚心 按说 宋江教主武松 岁数比他大 江湖名声比他大 完全可以在武松面前冲大 但他不 他是福小 出钱帮武松做衣服 明显的让柴静难看 柴静很可能心中不快 但宋江顾不得了 在宋江眼里 武松更重要 果然 宋江此举 挤兑得柴静难看 柴静赶紧取出一箱 断脾酬捐 叫做三人的衬体衣裳 宋江赚大发了 不仅兄弟二人的新衣服有了 更重要的是 他几乎是用柴静的钱 买了武松的心 柴静在这里慢了一步 为什么慢了一步 还是不够用心 宋江对人 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用心 你说他功于心计也好 你说他有心机 有诚服也好 你怎么评价是一回事 事实上 他确实是用心了 有了这个用心 他才能买到武松的心 不仅买了武松的心 武松原先的那些坏脾气 坏毛病都好了 《水浒传》这样写 宋江每日待窃他一处 饮酒相陪 武松的钱柄都不发了 这说明什么 第一 宋江有足够的感召力 可以让人在他面前自动收敛 第二 武松有足够的自制力 可以让他在需要的时候控制自己 这是他与李逵的不同 十多天后 武松要回青河县看望哥哥 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于武松 武松谢道 时事咄咄相扰了大官人 在宋江的教育下 武松对柴进的态度也改变了 对柴进的评价也客观了 牢骚少了 理解多了 武松懂事了 武松附了包裹 拴了哨棒 要行 柴进又炙酒时送路 宋江和兄弟宋青两个也来宋武松 待他辞了柴的官人 宋江又道 大官人 咱别了便来 这也是不平常的 因为 不管怎么说 武松是柴进的客人 怎么送 应该由柴进决定 主人都不再远送了 宋江却还要再送一送 柴进可能会不高兴 但宋江不管 大家都知道 宋江架空朝盖的事 实际上 在此之前 他已经架空了柴进 作为客人 他架空了主人 他此前拿钱给武松买衣服 此时又再送武松一程 都是在架空柴进 这样做 就显示出 宋江对武松特别青睐 特别的高看一眼 特别的依依不舍 宋江对武松 比柴进更加亲密 就和武松的关系而言 宋江和武松相处的十几天 胜过柴进的一年 宋江让柴进留步 自己带着兄弟宋青 再送武松 一直送到十里开外 在一个小酒店 三人饮了几杯 看看红日平息 武松便道 天色将晚 哥哥不弃吴二时 就此守吴二四败 结为一凶 宋江大喜 武松那头败了四败 宋江叫宋青 身边取出一定十两银子 送于武松 武松拿礼肯受 说道 哥哥客中自用盘费 宋江道 贤弟不必多虑 你若退却 我便不认你做兄弟 你看这句话 分明主导权已经在自己了 也怪 人和人在一起 往往不用多长时间 马上就会自然形成 主导与被主导 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决定这种主导者身份的 有时是原先的社会地位 有时是名望 有时是教养 有时是年龄 有时是一种气质 我们在李逵一篇里 曾经讲到 宋江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里 便确立了对李逵的控制权 包括戴宗 宋江那时的社会地位 只是一个囚犯 而戴宗 李逵 还是管教干部 但是 大家一见面 马上就形成了 宋江主导的局势 囚犯 领导 管教干部了 此时 宋江给我们展示了 他在极短的时间里 如何让武松心悦成福 甘心受命的 我们知道 武松可以说是 梁山108人中 最为傲慢 最自我欣赏 最唯物独尊的人物 但是在宋江面前 他毕恭毕敬 宋江凭什么做到这些的呢 宋江有名望 宋江有教养 有文化 宋江有年龄优势 宋江能宽容 宋江能小心 更重要的是 宋江有一种领袖的气质 一种领袖的心态 我们现在说智商 情商 财商等等 还有一种人 天生 具有领袖商 宋江就是 具有领袖商的人 宋江自从出走江湖 一路上都在笼络英雄 武松是第一个 一个问题是 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为何要结交这么多的江湖好汉 一个总是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江湖好汉 笼络在自己身边的人 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惊魂一场 穿真引线 鲁达可以成人 可以成圣 可以成佛 可以成仙 宋江则可以成功 可以成名 可以成霸业 一句话 鲁达可以成人 宋江可以成士 武松走后 宋江在柴锦庄上 一住就是半年 孔父亲烦恼 先发复兄弟宋青归去 随后 他又应孔太公之邀 到了白虎山 孔太公庄上住了半年 在那里 再次碰到武松 此时的武松 已经在孟州 血浸鸳鸯楼 只好去二龙山落草 而宋江 又要去青丰寨 找花蓉 二人分别以后 宋江一人 往青丰山走来 在夜晚的 青丰山山道上 被一条绊脚锁绊倒 随后走出 十四五个福禄小楼楼来 把宋江捉翻 一条马索附了 将宋江接上山来 压到山寨里 小楼楼把宋江 捆做粽子状 绑在将军柱上 小楼楼说道 等带王醒酒时 却请起来 泼着牛子 心肝做醒酒汤 我们大家 吃块新鲜肉 到二三更天起 带王起来了 这个带王是谁呢 就是金毛虎 燕顺 燕顺一看 绑着个人 道 正好 快去与我请的 二位带王来同吃 这里的描写 很像西游记中 类似的场景 西游记写的是妖怪 水浒传 写的是人类 其实西游记中的妖怪 就是人类 水浒传中的人类 往往也就是妖怪 小楼楼去不多时 只见听侧两边 走上两个好汉来 矮角虎王鹰 和白面狼君 正天寿 当下三个头领坐下 王矮虎便道 孩儿们快动手 取下这牛子行肝来 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 一个小楼楼 多一大桶盆水来 放在宋江面前 又一个小楼楼 卷起袖子 手中拿一把 明黄黄弯心尖刀 那个多水的小楼楼 便把双手泼起水来 交纳宋江心窝里 宋江叹口气道 哎 可惜宋江死在这里 燕顺一听宋江两字 便起身来问道 无那汉子 你认得宋江 宋江道 只我便是宋江 燕顺吃了一惊 等到确定 他就是运城县的 及时与宋江 便夺过小楼楼手内剪刀 把马锁都割断了 又把自己身上 劈得枣红丝纳托下来 裹在宋江身上 抱在中间虎皮胶椅上 唤起王矮虎 郑天寿 三人 那头便败 宋江经历生死两重天 惊魂未定 道 量宋江有何德能 教祖侠如此挂心错爱 燕顺道 人凶离贤下士 接纳豪杰 明闻黄海 谁不亲近 梁山坡近来如此兴旺 四海皆闻 曾有人说道 尽出人凶之词 燕顺的这句话 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 不过说 宋江在江湖上 名声如何如何 宋江一出场 水浒就交代过 武松也说过 无甚心意 但后面一层 直接说破 宋江与梁山的关系 这就有味道了 要知道 这句话在运城献说 会吓死宋江 严婆西就是要说破 这层关系 被宋江杀掉的 但是 这句话在江湖上说 却会得意死宋江 这件事 对朝廷而言 是大罪 对江湖而言 是大功 宋江突然意识到 在一个世界 对他关了门的时候 另一扇大门 已经对他大开 他在朝廷那边 犯下大罪 恰恰是在江湖这边 立下大功 而且 官场那边 即使不出这件事 他也没有什么 更大的发展空间 江湖这边 则蕴含着 无限的可能 这才是他 大展雄才的场所 他突然感觉到 此前他的所作所为 他对江湖好汉的 特别的感情 原来早就预示着 他的晴天 于是 宋江把旧朝盖一劫 杀颜婆夕一劫 以及 此后江湖飘鹏 从头柴镜 到孔太宫 以及 今次要往青丰寨 寻小李广花容 这几件事 一一背喜说了 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是 宋江在柴镜那里 是指说了杀颜婆夕这件事的 对他就朝盖一事 他是讳莫如深的 在清风山 他却对此 津津乐道了 宋江的脚 不知不觉地 伸到江湖上来了 在刚刚认识的强盗面前 你看他是多么融洽 多么兴奋 一口气 把他这两年的行踪 事迹都说了 这还不算 第二天 兴奋的他一起床 又诉说路上许多事物 又说武松如何英雄了得 弄得三个头领 跌脚傲恨道 我们无缘 若他来这里十分是好 却恨他逃那里去了 宋江已经开始 帮江湖上的人 穿针引线了 救了一个女人 又害了一个女人 就在宋江 坐客清风山时 山上出了一件事 王矮虎 在山下抢来清风寨 知寨刘高的妻子 要她做压寨夫人 原来清风寨 现在有两个知寨 文知寨刘高 武知寨花荣 刘高为正 花荣为父 宋江寻思道 她丈夫既是和花荣同聊 我不就是明日到那里 虚不好看 宋江便劝王矮虎 放了这个女人 王矮虎不肯 宋江便道 贤弟若要压寨夫人时 日后宋江 捡一个停荡好的 在下那才尽礼 娶一个服侍贤弟 只是这个娘子 是小人友人同聊正观之期 怎的做个人情 放了她则个 燕顺见宋江 坚毅要救这个妇人 因此不顾王矮虎 肯与不肯 贺令教父抬了去 那妇人听了这话 茶主也似拜谢宋江 一口一声叫道 谢大王 宋江道 宫人 你修谢我 我不是山寨里的大王 我自是运城县客人 钦丰山王矮虎的这件事 令人想起桃花山 周通强取民女 被鲁志深制止一事 但是 一比较我们发现 不仅王矮虎王英 不及周通圆通 宋江也不及鲁达祸达 为什么 因为王矮虎不够痛快 而宋江答应帮王英捡一个好的 日后一定是拿别人的身体青春做人情 显然也不够正直 他后来果然把水浒中第一美女 护三娘一丈青 配与了王矮虎 让护三娘为他的义气做牺牲 救了一个女人 又害了一个女人 相比之下 鲁达绝不肯做这样的承诺 为什么 因为在鲁达看来 这件事是你不对 我只是纠正你的错误 不是耽误你的好事 我不欠你的 我不必承诺你任何条件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是你做的不值 我不能奖励你 更何况 谁也没有权利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 鲁达也绝不愿意控制一个女人的意愿 以一个女人的牺牲来兑现自己的义气 无论是用什么借口 包括什么江湖义气 所以鲁达豁达 因为他毫无私心 宋江为什么不能如此豁达 因为他有私心 私心在哪里 他要笼络王矮虎 鲁志申对周通毫无所求 可以相望于江湖 而宋江心中 王矮虎这类江湖人物 则是他的资本 必须笼络得住 鲁志申只要讲一个礼字 所以正大光明 宋江则还要讲一个情字 所以人情恋达 鲁达可以成人 可以成圣 可以成佛 可以成仙 宋江则可以成功 可以成名 可以成霸业 一句话 鲁达可以成人 宋江可以成事 没想到 那个被宋江救下的女人 竟然恩将仇报 反而诬陷宋江 是清风山的强盗头子 在宋江投奔花枝寨后 缩使自己的丈夫刘高 抓了宋江 而他的丈夫刘高 有更阴险的想法 为了排陷花荣 独占清风寨 暗中给青州知府报告 说花荣暗中勾结 清风山强贼 以图把宋江 花荣一并害了 清州知府 慕容艳达 看了刘高的文书 便派本州兵马都将 黄信 连夜下清风寨来 刘之寨和黄信设计 抓了花荣 黄信要押戒宋江 花荣上州里分辩 便叫刘之寨 点起一百寨兵防送 刘高也一同随往 在路上 却被燕顺 王矮虎 整天受打了劫 宋江花荣被救 黄信逃归清风镇 刘高被清风山 众好汉活捉 当晚都到剧厅上相会 请宋江花荣当中坐定 三个好汉对席相陪 宋江道 且与我拿过刘高那死来 燕顺便道 把他绑在将军柱上 割付取心 与哥哥庆喜 花荣道 我亲自下手割这死 把刀去刘高心窝里 指一弯 那颗心陷在宋江面前 小喽喽自把尸首拖在一边 宋江道 今日虽杀了这丝 浪无匹夫 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的 出那口怨气 王矮虎便道 哥哥放心 我明日自下山去 拿那妇人 金帆还我受用 我们注意 不知不觉 宋江好像真的成了 清风山的贼手了 原先燕顺三人 再加上花荣 都不知不觉 服从了他的调度 玩弄权术 伤天害理 慕容之府 得知清风山 接了囚车 杀了刘高 大惊 便差人去请 青州指挥司总管 本州兵马统治 霹雳火秦明 秦明是个急性子 听说反了花荣 愤怒地上马 点起一百马军 四百步军 大刀阔斧 竟奔清风寨来 清风山寨里 有了宋江这样的统帅 和花荣这样的战将 根本不怕秦明 秦明来势汹汹 却在一夜之间 徒崩瓦解 在宋江花荣的指挥下 秦明带出五百人马 一大半淹死在水中 生情活捉了一百五七十人 夺了七八十匹毫马 不曾逃得一个回去 又用献马坑活捉了秦明 拨去了他的战袄 衣甲 头盔 军器 拿条绳索绑了 借到巨艺厅上来 下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 当花荣亲自解了秦明的绳索 取衣服与秦明穿时 秦明问花荣道 这位围头的好汉 却是瘆人 花荣告诉他 这是运城县宋压司宋江 你看 这五位好汉坐在巨艺厅上 秦明一眼就看出了 谁是围头之人 宋江在上梁山之前 已经在清风山 坐了强盗头子了 秦明道 这宋压司 莫不是换作 山东吉时与宋公明吗 宋江答道 小人便是 秦明连忙下拜道 久闻明矣 不想今日得惠意识 宋江慌忙打理不迭 接下来 便是宋江等人 圈秦明归顺 秦明道 生是大宋人 死是大宋归 宁死不肯背叛 态度很坚决 于是 宋江等人 不让秦明下山 不还秦明一家 五位好汉轮番靶展 陪话劝酒 秦明一则折腾了半夜 实在困倦 二则 吃重好汉劝不够 吃得醉了 扶住帐房睡了 水浒下面有句话 这里众人自取行事 不在话下 当秦明在清风山上 被殷勤劝酒时 当秦明大醉睡着时 宋江安排这些人 在干什么呢 他们派人 穿上秦明的衣甲 冒充秦明 引着人马 去阳宫青州城 把城外一个数百人家的村落 一把火烧个精光 杀死村民男女老幼 不计其数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拉秦明入火 绝了他的归路 这些暴行实施之时 秦明一无所知 暴行的策划人宋江 还和其他几位一起 假冲敬重秦明 殷勤劝酒 第二天 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 晨排方醒 跳江起来 洗漱吧 便要下山 中豪汉 还都来假惺惺相留 道 总管 且吃早饭董神 送下山去 秦明是姓吉的人 便要下山 众人慌忙 安排些酒食管带了 取出头盔 衣甲 与秦明披挂了 牵过那匹马来 并狼牙棒 五位好汉 都送秦明下山来 相别了 秦明上了马 拿着狼牙棒 趁天色大明 离了青丰山 取路飞奔青州来 远远的望见烟尘乱起 并无一个人来往 秦明见了 心中自有八分遗迹 到的城外看时 原来就有数百人家 都被火烧做白地 一片瓦砾厂上 横七竖八 杀死的男子妇人 不计其数 秦明看了大惊 跑到城边 大叫开门时 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 都摆列着军事金旗 勒木炮石 秦明勒着马大叫 城上放下吊桥 赌我入城 城上看见是秦明 便雷起鼓来 纳着汗 秦明叫道 我是秦总管 为何不放我入城 只见慕容之府 立在城墙边大喝道 犯贼 你如何不识羞耻 昨日引人马来打城子 把许多好百姓杀了 又把许多房屋烧了 今日 物资又来转轰城门 朝廷 须不曾亏负了你 你热死 倒如何行此不忍 几字差人 走闻朝廷去了 早晚拿住你时 把你这丝 碎尸万段 秦明大叫冤枉 知府和道 我如何不认得你 这丝的马匹 以假军器头盔 城上众人 明明地看你直播 红头子杀人放火 你如何赖得过 你如今 只望转开城门 取老小 你妻子尽早都已杀了 你若不信 与你投看 军士把枪 将秦明妻子首级 挑在枪上 叫秦明看 秦明是个姓急的人 看了魂家首级 气魄胸脯 分说不得 知叫的苦躯 城上弩箭 如雨点般射将下来 秦明只得回避 秦明回马在瓦礼场上 恨不得寻个死处 都里寻死了半赏 宗马再回旧路 行不得十来历 只见林子里 转出一伙人马来 当先五匹马上 五个好汉 不是别人 宋江 花蓉 燕顺 王英 郑天寿 随从一二百小楼了 宋江再马上前身道 总管河不回青州 独自一起 投河出去 你看宋江的口气 何等可恨 秦明见问 怒气道 不知是哪个 天不盖地不宰 该刮的贼 装走窝 去打了城子 坏了百姓人家房屋 杀害良民 到结果了 我一家老小 闪得我如今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我若寻见那人时 只打碎这条 狼牙棒便吧 这段话 骂得好啊 这是秦明 骂宋江的 也是作者 施奈安 骂宋江的 更是我们读者 骂宋江的 宋江一声 玩弄全数 干过不少 伤天害理的 缺德事 这是头一件 也是最大的一件 数百的 无辜百姓 秦明的一家老小 都被他玩死了 他还得意洋洋 毫不歉疚 宋江便道 总管息怒 既然没了夫人 不妨 小人自当于总管作媒 我有个好见识 请总管回去 彻底难说 且请到山寨里告兵 一同变王 对别人的灭门残活 你看宋江 是如何轻描淡写 夫人被杀 悬头城门 竟然是不妨 为何不妨 对秦明而言 再取一个就是 对我宋江而言 再做一次美而已 不独秦明夫妻之情 不在考虑之中 就是秦明的妻子 也不过就是 毫无自我生命价值的符号 他的生死 唯一的意义 就是秦明有无老婆 只要秦明 再找一个老婆 摸去他 不就是图改一下 婚书上的名称吗 宋江这句话里 包含的种种观念 实在野蛮至极 被蒙在鼓里的秦明 只得随顺 再回青丰山来 到了巨厅上 宋江开话道 总管小怪 昨日引流总管在山 坚毅不肯 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 叫小族似总管模样的 却穿了族下的衣甲 头盔 骑着那马 横着狼牙棒 直奔青州城下 点拨红头子杀人 燕顺 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驻站 直坐总管去家中取劳小 因此杀人放火 先绝了总管归入的念头 今日 众人特地请罪 宋江是一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宋江敢于这样坦然告知 不怕秦明这样的霹雳火 他是有自信的 果然 秦明见了说 虽然怒气在心 御带要和宋江等辞拼 但是终于还是按捺了下来 为什么呢 水浒给出的解释是 一则是上界星辰启合 二乃被他们软困 以理代之 三则又怕逗他们不过 这个以脾气暴躁著称的人 只能叹一口气 道 你们兄弟 虽是好意要留秦明 只是害得我推毒些个 断送了我七小一家人口 秦明是个没脑子的人 他们这样做 怎么倒是好意了 从个人命运上讲 秦明造反比以前好吗 更何况 还有一个做人的原则 他自己曾经说自己 生是大宋人 死是大宋鬼 现在被弄得不仁不鬼 还是什么好意 宋江答道 不嫩的是 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 若是没了嫂嫂夫人 花之债有一昧 身是贤惠 他情愿赔出 立板庄联 与总管为事如何 又牺牲一个 宋江凭什么 就这样随便决定别人的命运 你与花蓉不过是朋友 且多时没有见面 你刚刚得知花蓉有一个妹妹 还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甚至都没有征求花蓉的意见 就拿来做了你的筹码 做了你的资本 让这个小妹妹的青春和终身幸福 去为你的缺德买单 水浒接着写道 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 方才放心归顺 这是相敬相爱吗 这种相敬相爱 何等可怕 接下来 众人都让宋江在居中作了 秦明上手 花蓉奸下 三位好汉 依此而作 你看 在梁山排座次之前 青丰山上已经排了一次 并且就是宋江为首 接下来 大吹大雷饮酒 一帮全无心肝的家伙 还要商议打青丰寨 秦明道 这是容易 不需众兄弟费心 黄信那人意识之下 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 三奶和我过得最好 明日 我便先去叫开扎门 一须话 说他入伙投降 就取了花之寨宝券 拿了刘高的泼妇 与人兄报仇雪恨 做觐见之礼 如何 这秦明实在是混蛋 自己刚刚不得已 被别人绝了归路 马上又要拉别人下水 所谓的江湖义气 追寻到最后 往往恰恰是极端自我中心 极端自私 杀了三个女人 又卖了两个女人 说白了 打青丰寨 就是为了两个女人 一是花容的妹妹 为了个秦明做田房 二是刘高的老婆 为了给宋江报仇 第二天 秦明单枪匹马 去钦丰寨 劝祥黄信 黄信听说 有宋江在钦丰山 马上就归顺了 这又是一个 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 而完全不知道 自己身为朝廷命官 守徒有责的人 黄信归顺的直接结果 就是三个女人的命运 一个女人被杀 一个女人被卖 一个女人死不瞑目 被杀的是刘高的老婆 宋江恨她入骨 当然是死路一条 好色成性的王英 还想收用 却被燕顺一刀挥为两劫 被卖的是花容的妹妹 打下清风寨的次日 宋江和黄信主婚 燕顺王矮虎 郑天寿作媒说和 这个妹子就驾驭秦明了 也就是说 这个小姑娘 从告知她到出阁成新娘 只有一天的时间 而且是在经历了 如此大的变故 惊魂未定之事 更糟糕的是 她嫁的人 不仅脾气暴躁 以霹雳火的绰号闻名 而且是一个 全无心肝的家伙 从秦明的原配夫人被杀 到秦明吹吹打打 载入洞房 中间不到三天 此时 秦明原配夫人的头颅 还挂在青州城门上 他实际上 也是被宋江杀死的 而且还死不瞑目 秦明在洞房中 搂着新媳妇的时候 晚上会不会做噩梦 前面我们说过 秦明没头脑 现在我们看 秦明更没心肝 一个人没头脑 还可以原谅 梅心肝 简直是畜生 与这等 梅心肝的人为妻 秦明的原配是可怜的 秦明的既是 花蓉的妹妹 是委屈的 并且更加可怜 宋江 辅出江湖 真是出手不凡 接连做了几件大事 几件缺德的大事 宋江 因为杀了一个女人 而流落江湖 可是 到了江湖以后 初次出手 不算青州城外 那个被宋江 烧作瓦礼厂的村庄里 被杀的男男女女 她竟然又让两个女人丧命 一个女人被出卖了幸福 而且 我们要记得 她还欲卖了一个 给王矮虎 简点一下宋江一年来的成绩 杀了三个女人 卖了一个女人 欲卖了一个女人 这宋江真是大英雄 一个对女人 冷酷无情的大英雄 现在 她杀了很多人 也笼络了一些人 还拉了三个人下水 这个运城县来的客人 一下子访客为主 把青州闹得狼烟似奇 直接震动了朝廷 当初 宋江得知 朝盖等人 在梁山大弄时 她禁不住羡慕 现在 她自己终于也在青丰山 大弄了一把 她的内心 定会为自己得意 那么 接下来 宋江将何以自处 又如何安顿手下的弟兄呢 忠孝来了 侠义去了 宋江就像一个雪球 在她滚过的地方 都会有更多的雪 粘幅到她身上 以至于 她越滚越大 大成了气候 大成了真正的江湖老大 宋江这个原先的运城县来的客人 凭着她在江湖上的名声 接连折服了 清丰山上的三位江湖强盗 接着是 花容 秦明和黄信三位朝廷将官 从江湖到朝廷 这些人都入了她的构中 成了她手下 扶手贴耳 服从指挥调度的战将 打下了清丰寨 反了花容 秦明 黄信 直接震动了朝廷 果然 五七日后 消息传来 朝廷要起大军来争较 扫荡秦丰山 秦丰山这么个小地方 能够抵御朝廷大军的围剿吗 其实 宋江早已有了后手 那就是 去梁山 我在前面讲过 刘唐传书的真正目的 是要在宋江的心中 刻下梁山的深刻印记 让他时时想着梁山 宋江在活捉秦明 打青州 打钦丰寨的时候 早就想好了这一步棋 没有这样的后手 没有梁山做后盾 他前面 敢如此大张旗鼓地 与朝廷作对吗 一句话 心中有梁山 才敢大闹钦丰山 当秦明怀疑梁山不肯接纳时 宋江大笑 洋洋得意地 把自己和梁山的渊源 合盘拖出 接下来 三二百匹毫马 三五百人 浩浩荡荡 分作三起 上梁山去 路过对影山 宋江又拉拢了旅方 郭胜 一起上梁山坡去 一下子 就给梁山 送去八个浩汉 而宋江自己 却中途变卦了 没有上梁山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为了不出意外 宋江和燕顺二人 带领随行十数人 先投梁山坡来接洽 在路上酒店 歇脚吃酒时 碰到石将军 石勇 石勇给宋江 带来了宋青的家书 家书上说 宋太公因病身故 现今停丧在家 专等宋江回家迁葬 宋江独霸 叫生苦 不知高低 自把胸脯垂僵起来 自骂道 不孝逆子 坐下非为 老父身亡 不能尽人子之道 畜生何以 自把头去闭上碰撞 哭得昏迷 班上方才苏醒 接着 他吩咐燕顺道 不是我寡情博弈 其实 只有这个老父寄寡 心已没了 只得行业赶归去 叫兄弟们 自上山泽阁 刚刚 还雄心万丈 一起冲天 雄心万丈 是要展现自己 要大干一场 一起冲天 是要造福兄弟 要干苦与共 怎么一下子 他就完全变了 既不要上山 实现自己了 也不要兄弟了呢 这就要讲到 宋江自己的内心矛盾问题 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讲 孝 义 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有时 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孝 直接延伸到中 孔子的学生 游子就说过 一个在家庭中 懂得孝涕的人 不可能犯上作乱 战国策 赵策二上说 父之孝子 君之忠臣也 吕氏春秋 孝行揽上说 是君不忠 非孝也 王通 文忠子 周公立说 孝吏 则中岁 所以 我们古话常常说 求忠臣 必于孝子之门 一般人 只要想到孝 必然想到忠 孝心懵懂之时 忠心也就占了上风 那么 义呢 义往往延伸到辖 而辖 却往往会导致 对国家法度的触犯 韩非子 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他说 侠以午饭进 就是这个意思 忠也好 孝也好 是垂直上下的关系 是天命 是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是不容怀疑与推托的 甚至极端到 不管是什么样的父母 你都得孝 不管是什么样的君主 你都得忠 所以 中 需要的是无条件服从 而无需思考和判断 但是 义却不然 义很多时候 是横向的平等关系 义者 一夜 是否时宜 就需要判断 判断以后 才能决定 是否施行 所以 义的核心 恰恰是判断 孔子说 见得思义 义是要思考的 忠 孝 和 侠 义 往往使人 成为气质不同的人 忠 孝 可以让人 变成温顺的良民 而 侠 义 却常常使人 成为豪杰 因为 忠孝 是服从他者 而 侠 义 却是显示自我 兼义勇为这个词 就说明 义 可以让人 勇于作为 所以 胸中有义气在的人 往往 有着强烈的自我肯定 自我欣赏 往往 有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 宋江 就是胸中 既有忠孝顺从的一面 又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的人 宋江旧朝盖 实行的是 江湖之义 违背的却是朝廷之忠 他在朝盖命悬一线之时 一占了上风 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忠 但是 当朝盖上了梁山 接连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犯下弥天大罪的时候 宋江忠的一面 又开始抬头 又觉得朝盖太过分了 很是担心朝盖的下场 再后来 他接到刘唐带来的梁山书信 看到朝盖等人在江湖上弄得有头有脸 有声有色 他又不免暗中羡慕 他的心中从此有了梁山情节 江湖情节 不过 他此时还没有落草为寇的想法 所以 流亡途中 他去柴晋庄上 去孔太公庄上 去清风寨花蓉处 但就是不去梁山坡 但是 流亡途中 他接触了柴晋 武松 以及清风山上的众位好汉之后 从这些人 对他无比尊崇的态度中 突然发现自己很有江湖资本 完全可以据此有所作为 恰好 又被刘高陷害 几种因素结合起来 他的江湖情节 一瞬间爆发出来 心中潜伏很深的 枭雄欲望爆发出来 以至于大闹清风山 究极众多强盗豪杰 一起浩浩荡荡 投奔两瞻 但是 一封报告父亲死讯的家书 让他发热的头脑 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突然如梦初醒 几乎在一瞬间 他的思想完全变了 钟笑来了 侠义去了 宋江的前半生 可以用两封信来概括 刘堂传书和石勇传书 一封来自江湖 一封来自家庭 一封来自江湖朋友 一封来自家中老父 两封信都在拉他 一封拉他入伙 一封拉他回头 江湖朋友热心 家中老父苦心 刘堂传书 让他心向江湖 野心勃勃 石勇传书 让他归心家园 忠心耿耿 落草而去 还是做个顺民 这是个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 就在这一瞬间 宋江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燕顺等人摸不着头脑 宋江向九宝借笔宴 淘了一副纸 一头哭着 一面给梁山朝盖 写信推荐众伟兄弟上山 为了让燕顺等人放心 连风皮也不沾 交予燕顺收了 秦明花容等人也不等 飞也似的 独自一个人去了 大家是他传道来的 到了半途 却抛开大家 自己走了 何等不易 但是 假如他此时 仍然继续上山 致老父遗体于不顾 那又是何等不孝 人生常常就是这样 让我们左右为难 左右不适 着之又捉 捉襟见肘 留下人生和道德的破绽 被宋江半路抛下的 秦明花容等人 一时之间进退两难 只好带着宋江的书信 硬着头皮 自己上了梁山 好在朝盖 接纳了他们 而宋江 慌慌忙忙 赶回家去 可是 宋江回到家 却发现 他的父亲 好好的 原来 宋太公 想念宋江 又怕他 一时被人窜斗 落草去了 做个不忠不孝的人 为此 积极寄书去 换他归家 知子 莫如妇 宋太公 对宋江 还是很了解的 知道 他会落草而去 但是 他也有 对宋江 不了解的地方 不是宋江 被别人 窜斗去落草 而是宋江 窜斗别人 落草 钦丰山一行 他就把 三个朝廷命官 拉下了水 宋太公没事 宋江 却有事了 运城县 朱同 雷恒二位 和他关系好的都头 恰好都出差去了 新田两个 赵姓兄弟 做都头 一个叫赵能 一个叫赵德 他们听说 宋江回来 马上来捉拿 宋江此时也不跑了 挺身而出 随他们 去县里自首 为什么呢 第一 无处可去了 总不能再去柴晋那里 毛太公那里吧 梁山又不能去 不能落草为寇 第二 他也跑不了了 用宋江的话说 这赵能赵德是雕徒 不知一理 又和宋江没人情 不像朱同 雷恒 可以暗中放他逃走 第三 更重要的是 不必跑了 朝廷正好策立皇太子 已降下一道社书 应有民间犯了大罪的 禁检一等科断 宋江即使到关 也只该是个流途之罪 不会是死罪 果然 最后 冀州府尹 对宋江的最后判决是 几账二十 赐配江州老城 当厅带了行家 押了一道蝶纹 拆两个房宋工人 一个张迁 一个李万 押解宋江去江州 从此 宋江开始了他人生的 又一个新阶段 流放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 行前 宋太公换宋江 到辟静处盯处道 如今辞去 正从梁山泼过 倘获他们下山 来劫夺你入火 切不可依随他 叫人 骂作不忠不孝 此一劫 牢记于心 孩儿 路上慢慢地去 天可怜见 早得回来 父子团聚 兄弟玩具 当初 宋太公 用一封谎报死讯的家信 骗宋江回家 是怕他 被白虎山的强人 窜逗去落草 现在 他又怕宋江 被梁山坡的强盗 截夺入户 宋太公 如此不放心 宋江 警告宋江 恰恰说明了 在老父亲的眼中 宋江 是一个犯上作乱的 高危人物 一定是宋江 平时的言行 气质 性格 流露出了 让宋太公 害怕的东西 人们一再强调的 往往就是 人们最为担心的 人们最为担心的 往往就是 最有可能出现的 宋江倒也听话 经过梁山坡地面时 为了躲避山上的弟兄 他特地 要求两个工人早起 准备捡小路 偷偷过去 但是 他哪里逃得了 无用的算计 走着走着 前面山坡背后 转出一伙人来 围头的好汉 正是赤发鬼刘唐 将领着三五十人 便来杀那两个工人 这张千里万 胡作一堆 跪在地上 宋江叫道 兄弟 你要杀谁 刘唐道 哥哥 不杀了这两个男女 等什么 宋江道 不要你污了手 把刀来 我杀便了 刘唐把刀递于宋江 宋江接过 宋江道 这可不是你们弟兄 抬举宋江 刀要献我 于不忠不孝之地 若是如此来邪我 只是逼宋江性命 我自不如死了 宋江把刀 往喉下刺吻 刘唐慌忙夺了刀 正在纠缠 无用花蓉来道 花蓉一见 道 如何不与兄长开了家 刘唐一见 要杀人 花蓉一见 要开家 他们心目中 这是自然而然 宋江哥哥 早就是山上的人了 早就心在山上了 但是宋江今天的表现 还真的让他们始料未及 宋江道 贤弟 是什么话 此事国家法度 如何敢煽动 吴学究一听 明白了 笑道 我知兄长的义了 略情到山寨 少续片石 便送登城 扶起两个工人来 宋江道 要他两个放心 宁可我死 不可害他 两个工人道 全靠压死救命 我们看 自从宋江见了刘唐 宋江接连做出两件事 第一 自杀 第二 不准开家 这两件事 都做得极端 先看第一件 刘唐奉命 路上拦截宋江 要离请他上山 你当然可以不去 但总不至于自杀 再看第二件 脖子上的家 固然不可煽动 但是特殊情况下 也是可以解开的 林冲在柴锦庄上 就解开过 而宋江自己 后来也解开过 在接阳镇 投诉木太公庄上时 两个工人道 雅思 这里又无外人 一发除了行家 快活睡意 明日早行 宋江道 说的是 当时去了行家 一点犹豫也没有 既不说什么国家法度 也不批评工人 是什么话 有很多人说 宋江的这些行为 可以见出他的虚伪 是的 宋江确实虚伪 但问题是 虚伪一词 本来没有什么贬义 他只做出某种姿态 宋江自杀 就是虚晃一刀 就是要做出姿态 做出什么姿态呢 做出宁死不上梁山的姿态 不准开家 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那就是 他将服从国法 接受惩罚 绝不造反 所以 无用一看 就说知兄长的意了 客观地说 宋江此时 是不得不如此 他不用这样极端的行事 对方会当一回事吗 对方会明白他的真心吗 要知道 此前他曾经大张旗鼓地要上山 并且是带了八个兄弟的 而且他在清风山已经大张旗鼓地干过一场了 现在他摆出一副不愿落草的样子 谁会信呢 为了让人信 他就不得不做得极端一些 一行人上山到巨厅上 朝盖说道 自从运城救了性命 兄弟们到此 无日不相答恩 前者 又蒙引荐 诸位豪杰上山 光辉草寨 恩报无门 朝盖是个忠厚人 但是 他的这番话里 也许是他无意提到的 引荐诸位豪杰上山 光辉草寨的话 还是提醒宋江 你可不是什么忠于朝廷的良民啊 这确实让宋江尴尬 宋江怎么解释呢 宋江答道 本玉上山 相探兄长一面 偶然村殿里遇到石涌 烧记家书 只说父亲弃事 不想 却是父亲 恐怕宋江 随众好汉入伙去了 因此 写书来换我回家 金沛江州 亦是好处 施蒙呼唤 不敢不治 今来 既见了尊严 乃我七县相逼 不敢久住 执子告辞 把他上次 大张旗鼓要上山 轻描淡写成 只是要上山 探兄弟一面了 即使如此 这番话 也是矛盾重重 既然当初 想上山探兄弟一面 为何此次 却是 事蒙呼唤 不敢不治 不敢不治 就是不想来 被逼而来 既然已经来了 却又为何如此身份 府一见面 就要告辞 还是那个用意 和梁山 划清界限 越书远越好 朝盖道 只如此忙 且请少坐 两个中间坐了 宋江便叫两个工人 只在交椅后坐 与他寸步不离 且久之数寻 宋江起身 又要告辞 朝盖是直性子的人 见宋江如此 有些不满 道 人兄 只如此见怪 虽然人兄 不肯要坏两个工人 多余他些金银 发付他回去 只说 我梁山坡节鲁了去 不道德 至罪于他 宋江道 兄这话休题 这等不是抬举宋江 明明的 是苦误 前者一时诚信 与众伟来相投 千姓 时令时勇 在村殿里 撞见在下 指引回家 父亲 临行之时 有千丁万主 教我修为快乐 哭害家中 免累老父 闯皇惊恐 因此 父亲 明明教训宋江 小可不争 随顺了 便是上逆天理 下为副教 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在世 随生何意 如不肯放送江下山 情愿 只救众位手里 起死 我们看他这番话 竟然用 一时兴起来解释 自己上次 率众人 来头梁山 大概 没有人会相信 而更不堪的是 他把上山 称之为 上逆天理 下为副教 不忠不孝 虽生何意 这是山上 众位好汉于何地 这不是 骂他们 都是不忠不孝 虽生有死吗 说吧 还泪如雨下 拜倒在地 朝盖无用 公孙圣 一起扶起 众人道 即使哥哥 坚毅欲往江州 今日 且请宽心住一日 明日早 宋下山 三回五次 留得宋江 在山寨里 吃了一日酒 叫去了家 也不肯除 只和两个工人 同起同坐 寸步不离 宋江对这两个工人 确实保护得好 这是宋江忠厚的地方 同时 他知道 一旦这两个工人 离开他的事业 就有可能被害 而两个工人 一旦被害 他也就 没有了退路 为什么 他能想到这些呢 因为 假如换成他 他一定会这么干 他为了拉人下水 是不择手段的 前面 他如何拉秦明下水 我们已经领教了 我们在讲李逵时 还讲到了宋江 为了拉猪童下水 不惜杀害一个四岁的 小男孩的心境 有一些糊涂大意 是因为善良 总把别人 想得和自己一样真诚 有一些精明小心 是因为阴暗 总把别人 想得和自己一样险恶 此日早起 宋江艰辛要行 吴学究给宋江写了一封信 让他带给江州 两院压劳节级代宗 并说此人是他的挚爱香蕉 十分仗义书才 宋江到江州 也可有个照应 众头领安排沿席送行 取出一盘金银 送与宋江 又将二十两银子 送与两个工人 一个个都作别了 宋江再次踏上流放之途